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枪枪三人行 也好像是给文道通了电 当然了 那我觉得今天文道精神特别好 我精神状态好不得了 我的天哪 对 这个精英在我们凤凰卫视 很多男同事走廊里见到他 都亲切的叫他精英妹子 对呀 心里在说潜台词就美人胚子 哦真的 而且我昨天做了一些预先采访 我发现他真是 他姐妹俩呀 你看都是干那种 需要美人的职业 什么各种行业 各种行业姐妹俩 你看他最早是做这个公关工作的 是公关公司的嘛 对 之前是在企业当公关 然后做行销 哎 然后他有个妹妹 我也很向往 他妹妹是空姐 今天飞到香港了 对 待会录完节目就要大家去期盼 等来一上 你待会去找他了 就是 我也帮你留意 我也帮你留意 好好 那精英呢 一向在咱们这播新闻啊 军情观察室啊 但是这个美女的天赋的八卦本能 一直受压抑啊 所以今天到这里是有为而来 咱们要不就不八卦 一八卦咱就是国际大八卦 对不对 所以要行行行方 国际大八卦呢 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昨天呢 各大香港报纸头条 全部娱乐版的 全部都是 Bekham 就是Bekham 因为上一次呢 他的那个前助手就是那个 Rebecca Lowe's的这个绯闻一出来之后呢 其实很多的媒体就开始一直追逐他 然后呢 昨天又爆出了一个 是一个大马的名模 我想两位应该看的是非常的羡慕吧 他明明一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 一晚上 就在看贝克汉姆的心 不要哭了 不要上来讲一讲 是吧 不过咱们可以跟大家来点视觉享受 看看贝克汉姆最新的这个传绯闻的一些 一些女孩子 哎呦这个不是 这是香港报纸的设计对白 这是贝克汉姆给他设计对白说 我还有几个女人没被你们爆出来 应该还有很多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马来西亚你刚才讲的 对大马的那个名模 大马名模 再看下一张就更有意思了 还是他 这像是遭受性骚扰的表情 是吧 有点哀怨了 对对对 报纸上比我们共和卫视出的大胆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那个卢斯 你刚才讲 Rebekah Lowe's 就是他的前助手 对这卢斯是最先 这个导火线这次事件的 卢斯你再看下一个 哎 这个咱们就是他的太太了 Victoria了 你看这个就说 几个绯闻女友都说 这个必闲的 就背个汉母啊 在床上就抱怨说 我老婆太瘦 所以女的 所以女的不能老减肥 一边在床上抱着别的女人 一边是你看你这多好 我老婆她就太瘦 对我老婆 瘦五仙嘛 什么的还给那个女孩子发短信息 你再看下一个照片 哎啊 你看他跟我发现这个外国人有意思 他跟迈克尔杰克逊一样 这个毕贤发手机说色情短信息嘛 就他也自称比特潘 你看他有好多设计对牌 他管那个就是大马的这个模特叫什么呀 小仙女 哎咱们再看下一个就是这个动画 这个卡通片里小仙女那个角色 哎你看这个毕贤就说 哎我的小仙女醒没有醒过来啊 然后你看小仙女也挺好心的 哎 但是人家小仙女首先问的是 那温迪在不在啊 就这小仙女先问 就说你老婆 Victoria在不在家 你看这个毕贤发的短信说 温迪 是谁呀 哎 他在很远的地方啊 你看香港报纸 我真想这小仙女呢 对香港报纸说 不过正所谓上德善多终于虎 哈哈哈哈 据什么谁谁透露 就是这个Victoria就是温迪 哎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短信息当中 他老婆的这个代称 说这个Victoria最终发现了他们 一些露骨的短信 对 但是Victoria还是很厉害 他现在每次出来呢 就假装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不动声色 还要去陪这个贝克汉姆去念球啊 然后他出赛 他也准时坐在那边看 嗯哼 这很厉害 其实哦 这个话题其实讲起来就很有趣了 因为呢 最近我自己本身 以前还蛮喜欢贝克汉姆 但是我不是他死中的fancy 但是我的朋友呢 有男有女都是他死中的fancy 对啊 为什么 我记得广美也是 对 广美说 广美一说起贝克汉姆 嘴先不动 手臂先动嘛 手臂 贝克汉姆就是 他就是没有缺点 没有没有 广美这很容易嘛 这你看这都上当都是名模嘛 对不对 哎 哎 没有 你的眼睛毒 这是名模嘛 真是的 观察的很独到 我一般就喜欢公关经理 空姐什么的 各种行业是吧 各种行业 今天讲你那些朋友 其实是我的朋友们 有一些很奇怪的反应 我觉得很好玩 像女性朋友们呢 知道就是说 他们心中的偶像 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而且呢 以前以往大家的印象当中 贝克汉姆是形象非常好的 24校老公 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家庭也非常的 那个感情 还生了两个儿子 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然后Victoria呢 以前是前辣妹的合唱团的成员 对 然后呢 大家都觉得他们不大般般配 因为呢 那个辣妹合唱团感觉就比较流行 好像 机会比较低俗一点 然后贝克汉姆一向都让人家 觉得形象很好 但他们结合了之后 又变成神仙美眷 那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呢 就觉得说 第一就把她当成是 自己选择 择偶的一个标准了 你看 帅的男人不一定坏 对不对 坏的男人呢 基本上 也不是说每个女人都爱坏男人 就是又帅 又有一点坏 但是她又不会真坏 这才是女孩子最喜欢的典型 对 但是呢 一旦她今天这个绯闻出来了 而且一爆还 接连不断的一起爆下去 我的女性朋友 我以为她们会很失望 我以为她们会躲在家里哭 结果根本没有 她们反而觉得说 那都不是她的错 都是那些女人 哎呀 哎呀 真奇怪 太好了 你那些女朋友 跟我妈一样了 跟我妈一样了 就是我儿子从来没错 全是那些女孩子勾引的 哎呀 你有这样的妈 你有这样的朋友多好 我也但愿我老婆 她不会这么想 所以下次你可以跟老婆说 凤凰的女主持人 真是魅力 无法 咱们这么说 说不定会被人家这对夫妻告呢 这对夫妻不是誓言打官司 你说 Victoria 其实他们可能还有点英国人的那种感觉 表面上还是要装面子 对 听说 这个维多利亚私下里跟那个助手啊 都爆哭啊 然后两个人关在门里 不是前两天新闻是上哪度假去 听说是找个敲没人的地方 开始吵架 闭门会议 开始摊牌嘛 但是对外就声称要告那些媒体 问题是你觉得你相信吗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就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向对男人都没有太多的安全感 我也从不相信有24校老公这种这回事 你知道吗 所以之前呢 当我的朋友们都说呢 呃 这些 呃 这个你看呢 贝克汉姆又帅 然后呢 又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到哪找呢 然后呢 基本上好像是绝无仅有了 但我都不相信 我都觉得说 不可能会有这么完美的人 不过今儿 你为什么这么悲观的对男人 我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乐观主义人 啊 你是一个受过伤的女人 受过伤也不必去看太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其实现在 现在人的爱情呢 或者说现在的情感生活 其实你可以从很多生活当中去 看到别人的经验 或者自己也许有一些经验 你不会对于 就是说就我来讲 我不会对于人有过度过度乐观的期待 因为人就 终归是人嘛 他会有人性 他会有他无法抵抗的一些弱点 何况哪一只猫而不偷心呢 除非他不是猫 他是头狼 你知道让我想起有一个南斯拉夫电影 我不是原来跟你讲过 有一句对白 就是讲 就是说你知道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有什么不同吗 说答悲观的人就是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经糟透了 糟到底了 而乐观的人则认为还会糟下去 所以你就是那种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者 对 就认为还会糟下去 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我穿透了人性 我知道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是我很悲观 但是呢 也许从某个层次来讲 他是乐观的 因为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去接受这些东西 对 所以Vittoria 他也应该这么想 宝贝事情还没坏到底呢 我想接下来还会有五四个人抱出来呢 对 他还没开妓院呢 还没开妓院 不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说你是辣妹的话 你以你对男人的这种观感 在自己的老公出了这件事 你会采取什么态度 跟他站在对外站在同一立场 你原来学公关的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因人而异 就是说其实这一对夫妻的典型是比较特别 因为他们是名人嘛 名人就像您刚刚讲 除了说他们刚刚 他们本身是英国人 他们有一些英国的传统的礼教 而且英国人很要面子的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特性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名人基本上 他们有一些就是说利益的考量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我是Vittoria 会不会去考量 今天我跟我虽然很不能接受 而且不能接受婚姻出现这种状况 我不能接受我的先生投心 或是外遇 但是如果我跟他真的 就是从此一刀了断 或是说我跟他撕破脸了 那很大一个部分的利益的考量 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那我是不是白白就送给那些女人机会了 其实基于一种情感上不甘心的心态 可能也会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出面说 我还是正位 你们都是一些外面的野女人 你有情形可以啊 我发现 不是他很现实啊 对 这样的女人太好了 你感觉到没有 其实这个贝克汉姆啊 那照我说还是老实人 你知道 当然咱们说的一切啊 都是人们传说中的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 其实也不少真伪 但是第一个教训啊 手机 现在说是打电话容易 对 他就是没看风险 发短信息 据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说留下了几百条 贝克汉姆发给他的这种路过信息 你说都都储存起来 这太可怕 但是就在这些信息里 而且跟这个女的后来的回忆啊 你就可以感觉到贝克汉姆矛盾 我觉得我比较可以学习的就是两方面 一点呢 我就发现他这种风格啊 在那个足球队晚会上 那个party上 他看见这个这个摩大拉 不是摩大拉 什么什么摩大拉 叫什么马来西亚的 大马名模 大马名模 我看你这小动乱撞了今天 大马名模 看着大马名模看着 然后那个大马名模也直去 见到他看着他就走过去搭讪 然后贝克汉姆 往往这种情况 我发现要抓紧机会 因为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周旋 就直接了当 就说我不经常这么做 你别以为我是那种人 但是我现在想把你带到我房间去 走不走啊 我房间是911什么的 就事就成了 然后问题在于你看 他反映这种内心的挣扎呀 据这个大马名模说 在床上 他还不断的在说 一方面就说 我知道这样是错的 可是我实在忍不住 你看贝克汉姆 反复的 这两任女友 都是讲过他这种欢好的时候 表露过这种矛盾的心理 他肯定就是那种 他的礼教束缚的压力很大的人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喜欢那个玩意呢 比如说 因为他好几个女友 就说他很喜欢呢 带他们到他家 在他跟Vitoria的大床上 来胡天胡地 那这时候呢 他就会觉得特别刺激 特别过瘾 因为他会有一种随时会被人捉奸在床的感觉 这明显就是那种坏小孩 喜欢犯规 比如说 老师明明叫你不准这个考试的时候 去偷看人家的 不准作弊 那么他有时候作弊 他并不是为了真的要 提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而是为了就是作弊 这个东西给他快感 规矩越严呢 他越觉得冲破这个规矩 有快感 肯定辣妹对他管得很严 对有时候说把时间控制在就是那个辣妹回家之前几十分钟 赶快没事 快走 他高兴坏了 你这种快感会爆饼 咱们都有体会 我没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是不同意 我只是觉得刚刚闻到讲呢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我都同意 因为有些人呢 他基本上在被窥撕的时候 或是在一种 什么叫窥撕 比如说 就是 有人看 早晒的时候还要有观众 有观众 我觉得特别兴奋 这都成好话了 在这个玻璃木墙的酒店 对不对 你有时候 有时候我也见到过 在这个尖沙嘴东部那些酒店 他不都是玻璃墙吗 我真的有时候晚上 在那个海边经过 就看到有一些男女 就那么贴着那个窗 然后也不拉窗帘 也不拉窗帘 现在有些人耗这口 对 他就耗这个 就是被窥探的时候吗 就是很普遍 然后呢 有些时候就是 您刚刚叫 那个文道讲的 就是他在一个 特别时间压力的情况下 或是特别反差 特别大的一个状况下 比如说 在太太的床上 跟别的女人亲人 这绝对是不 违背道德的事情 但是就是违背道德 违背禁忌的时候 他会特别特别的兴奋 有坏感 对 然后呢 但是我刚刚就觉得说 如果你说 他是因为礼教太严谨 所以他的反复特别大 我倒也不这么觉得 因为其实最近 我就跟我的女性朋友 在聊 我说贝克汉姆这种 我们所谓那个广东话说 抠楼的这个技巧 也真的太差了吧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不过就那几 那几句话 但是他就有办法 把一些女人 迷得团团站 后来呢 我们就在研究 到底为什么 这几句话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对啊 他特别在哪里呢 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一般的女性 都希望自己成为 那个最特别的 就是他 你不见得是他的太太 你也不见得跟他 会有将来 但是你希望在他心目中 留下一个 不可抹灭的回忆 就是只要曾经游泳 不一定要天长地久 但是这个曾经游泳 虽然你可能 曾经游泳很多段 但是我要是你 那么多段里面的 最特别的那一段 那你就会发现 贝克汉姆就会说 我不常做这个事情 表示是你 才能够让我这么行动 是你才有这个魅力 但我觉得一般女人 就会受不了这种 言语上的这种肯定 你知道吗 因为他会觉得 我是你那个最特别 我当然知道 你是个万人迷 你有太多太多 可能的机会 但是只有我 你才挑得到 哎呀 但是这个我话说 他实际上 也用不着抠你嘛 贝克汉姆 还用得着抠你嘛 你想想看 贝克汉姆出来 说句话 那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知道也是 你想想看 像那个常缠着他 那个西班牙那个名模 那个叫佐敦是吧 西班牙佐敦那个人 他是刚加盟黄马队 黄小马德里队的时候 他就放话给媒体 说这个贝克汉姆 我迟早把他给弄到手 反正半队的黄马队的队员 我都吃掉了 对对对 我们说过这个 不过你刚才说这个 我想起那天 李敖这老花花 他就是介绍一经验 跟你说这个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说你看哈 我这个 这时候我李敖呢 要是有一个19岁的女孩过生日 我就送她18朵花 为什么呢 剩下的一朵呀 就是你 原来他这是老套了 老套老套了 李敖那集我也看了 他先从他的前期 胡音梦开始讲起 因为大家最 就是最熟悉的 就是他跟胡音梦的那段情 但我觉得他对胡音梦 就不是太厚道了 因为他前面那一段 你有没有看 他说50岁的 50岁生日 他就说我就送他50朵玫瑰花 胡音梦还挺高兴 以为呢 我还念着就请送他花 他说其实呢 我是有一个恶作剧的心态 我要告诉你 你再怎么美 你都50岁了 你也抵抗不了年龄 那你要是胡音梦 你会做何感触呢 我还是很高兴的接受 但我不去管他的恶意了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接受 反正他跟胡音梦也常 他写书也都把 他跟胡音梦的事都抖出来了 像李瑶这种抠女计量 今天不行了 我跟你说 那我还说要像云老师学习 那我不是 他不行了 这就可以解释 我为什么失败到今天 这个都是要与时并进 不是 如果我是胡音梦 但如果我是胡音梦 我那个时候就想 我应该在他那时候 他之前不是在 德社乎线来在开刀吗 我应该送70朵玫瑰花 他是70几岁 我忘了 70几岁的玫瑰花送给你 你再怎么样风流潇洒好了 你现在也是70岁了 你现在也得 有力不重新 更独啊 不过其实像你说的这种 我感觉比如说这种明星 再加上这个帅哥 再加上有才能 外国可能像你说的 就是他不用抠 自然就有女 对吧 但是我认识的少数的人 其实情况并不尽然 我知道好多偶像派 比如歌星什么的 其实长期处于性饥饿状态 我跟你讲 他是这么 在我特指在中国啊 他往往经历这么一个历程 刚出名的时候 的确他自己也不太在乎 好像哗哗哗挺哗的 荒唐过那么一阵 但是到后来他就会发现 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每一个都要付出代价 而且有的代价可能直到今天还在付 而且有的代价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他一直还想着未来不定 哪天就想了 慢慢的过得一两年之后 他意识到这件因果报应的事情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然后呢 他就开始自闭 不敢轻易的招惹 不敢轻易招惹之后 于是他就越自闭啊 他跟外界就越隔一道墙 而且呢 中国女孩子 我觉得比西方女孩子 当然咱也不了解西方了 听上去很开放 但是现在中国的很多女孩子 她是喜欢跟你这个明星周旋 喜欢跟你周旋 但是呢 是不是跟你发生这个关系 对她来说不一定太快 不一定太快 太快了 她觉得周旋的时间还不够长 当然呢 这也得把握一个分寸 这事很有意思 因为这人既然是万人迷吧 对 你要跟他周旋太久了 他也就不搭理你了 你如何若即若离 又给他点前头 又能吊着他 这是门很高的学问 很多女的到最后后悔不已啊 其实就当时 还没办了 很硬气啊 感觉第二次他还会来找我 实际上人家不会再来找你了 后悔一辈子 所以你也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号召 我号召大家想干什么 当天 咱不宣扬这个 咱不宣扬这个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他里有三个八婆 我是排第三名 真的啊 这两名我不能出卖他 亚方肯定算一个 亚方当然肯定 佳佳算一个 佳佳还算吗 佳佳如果再算就是一个了 佳佳排在你后边 佳佳排在我后面 就你这个八卦小姐了 他也注意到了 就是贝克汉姆的品位 这方面 好像比咱们品位高 对啊 一般来讲 你说运动员嘛 他们可能本身 我不晓得 我是不晓得 贝克汉姆的学历怎么样 但是呢 对应该是不怎么样 一般来讲 他们运动员能够很早就成名 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去 被培养 就去当运动员 所以可能在文化素党这方面 也许不是那么深 但是我就觉得 贝克汉姆比较特别 你看他这 终关他这几次曝光的这个外遇 其实人家都大有来头 他前助理是西班牙外交官的女儿 本身也是好像朔博士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大马名模 他也是一个马来西亚 很有名的律师的女儿 也是大律师的女儿 本身也是那个 好像至少是大学生以上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 品位也特别的出众呢 比我强 我就喜欢那没文化的 为什么 你喜欢叫他们哑慕你 不是 你这个不要 比较没有压力 对比较没有压力 我觉得有些女的 她要漂亮 再加上文化太高了 我不知道该跟她怎么着 为什么 我不会跟她说话 不会啊 这个很自如啊 受沾染 我还是觉得就受沾染 我喜欢那种天真淳朴 就是不染仙尘 他哪怕是俗气 俗不可耐 他哪怕是俗不可耐 但是是一种透明的俗气 你知道吗 反而有些读了很多书的人哈 是你感觉 哎呀清高 这个或者怎么样 可是你老觉得是被人为的东西给沾染过的 这个是很典型的那种大男人心态 自卑心态 就是喜欢不是大男人吗 就是喜欢这小女孩 在自己面前呢 给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呢 你可未必看得透 然后明显的就比你矮了一截 你喜欢这个 我也喜欢让他看透啊 因为我在孩子面前 你喜欢给他看透 来吧 你喜欢看透吗 你想看哪 我发现文涛 很了解文涛 我不是歧视有文化的 我有文化的 可以